美国以前有世界霸权 以为苏联霸戒之后全世界在他手中 但发觉是不行 美国基本上控制不了全球 本身经济有问题 财政赤字时美国正在撤退 但撤退同时他仍既想保持霸权 所以最好方法是搞乱其他人 俄罗斯近日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 被美国北约指称入侵乌克兰 俄方对这件事多次否认 并指北约活动威胁俄罗斯边境安全 必须防患未然 但美国警告 若果俄方继续侵略行动 将照自大规模的经济制裁 为什么美国要插手欧洲的问题 会有什么目的 陈文行有这样的看法 现在美国制造的言论 说俄罗斯会在今年2月出兵 但实际上我会觉得 是美国准备出兵 就借这个言论 希望掩盖出兵的目的 欧洲会害怕再有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他们的激励 希望与俄罗斯或以前的苏联合作 但对美国来说就不行了 因为欧洲会对美国有一个大挑战 美国是要把权 把权实际力量不够 他只能够用其他方法 在北非东欧乃中东的颜色革命与及难民的问题 是终极欧盟的 另一方面就是欧盟的东抗 也是美国所推动的 和北约在一起 希望抗逼俄罗斯 但结果欧盟在抗战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部份是减缓 反而美国就挑拨了新的欧洲和旧的欧洲的对抗 甚至是挑起欧盟内部的矛盾 分裂欧盟 近年欧盟和美国在多项议题上站在同一阵线 但双方对于发展的取态又是不是一致呢 表面上说是一致实际上又不是一致 通过北约美国在欧洲是注入兵的 其实这个不合理的 因为在二次大战之后 已经是和平恢复了 为什么美国还在欧洲注兵呢 甚至最近注兵是增加 而北约是向东扩张的 这时候看到一方面就是 它威胁俄罗斯 另一方面就是劫持 欧洲是要跟着它走 在经济政策上也有很多差别 比如说美国当初是侵略敘利亚时 德国是反对的 也不出兵的 而在敘利亚的和解的过程中 欧洲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相对是美国是全力的破坏 欧洲始终希望有和平发展的机会 所以和周边地区 希望大家和平 不会有战亂 但美国不想欧洲发展 甚至欧洲发展 我们挑战美园 所以它会抑加它 用很多手段 挑起地区的纷争动乱